大家好 我的名字孙少奇 最近生 大家好 我的名字孙少奇 最近身体有点虚 想吃 生蚝和宝玉 万物皆可开 谁可开箱更精彩 大家好 我的名字孙少奇 最近身体有点虚 想吃生蚝和宝玉 万物皆可开 谁可开箱更 谁可开箱 更什么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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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笑 下再没事 下 哈哈哈哈 没什么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你给我 你给我给我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大家好 我的名字孙少奇 最近身体有点虚 想吃生蚝和宝玉 万物皆可开 谁可开箱更精彩 谁可更精彩 下载谁可APP 说说百万开箱 还像说唱美食味 刷顾美食不一样 下载谁可APP 说说百万开箱 没事不一样 先洗生蚝 慢慢的清洗不要太快 再切鲍鱼 认真的孩子不要太帅 淋上柠檬 涂抹蒜蓉 辣椒香葱全部放一块 生的一半 烤的一半 接下来的视频我们吃播相伴 嗯 太香了 真的好香好香好香啊 好东西要给大家分享 我和粉丝吃这一份 然后把这一份给我老婆 不能浪费 一定要把它吃光光光盘行动 老婆给你 谢谢 不客气 粉丝先吃 这个东西尤其是热油浇上之后 小葱还有扇贝鲍鱼的香味 全部都激发出来了 我们这个是用了两种做法来做的 一种是蒸的 一种是烤的 蒸的话很色香味俱全 很水润 然后烤的这种的话 粉丝就完全烤干了 先来一口蒸的生蚝 我的乖乖 这个太香了 很菲美 味道特别浓 整个口腔都是生蚝和蒜蓉的味道 我们再给粉丝来个鲍鱼 好绿啊 这个菜 好你们吃完我来吃 鲍鱼很有嚼劲很有韧性 它的味道是比较淡的 没有生蚝的味道那么浓 但是我放了蒜蓉酱 蒜蓉酱的咸味比较重 应该自己炒蒜往上倒的 这样香味更纯厚 再来一个烤的 好像吃面条啊 嘎嘣嘎嘣脆 李子妻 光盘先弄从你我做起 奥利益 OK